上集说到林语师看到了人列内心深处的那个人 其实秦烈便是供物列 当他们几个来到极寒之地后 人族也跟了过来 人族和幽民族又开始干架了 这时秦烈突然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准备大开杀戒 这时送林语扑了过来 秦烈竟然就安静了 这让女主林语师看了之后做何感想啊 可没想到更厉害的还在后头 李牧登场 一声令下便让战争停止了 原因是神族即将来战 人族应该和幽民族共同联手 对付神族 而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其内后 就这样战争停止了 秦烈等人 连遂李牧前去暴乱之地修炼 林语师则带着残存的同胞 回到了幽民族的圣地 男女主又一次天涯两颗